我們Focus在事實上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國際版,一個是簡體版 簡體版當然就是對岸的 兩個基本上功能大同小異 95%以上是一樣的 但是簡體版有一個是我們這邊沒有的 就是它有針對語音的部分 因為中國有很多方言 那一塊它的語音產生就是語音檔案的部分會有 但是國際版就沒有這個功能 另外就是發佈的時候 發佈的時候我們國際版只能發佈到雲端 簡體版的話它還可以輸出比較低解析度的影片 就是作為免費版本來講 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好有了,這樣你有看到那個Rune Out的過程了 好,那剛剛我們已經把它裝起來了 這個就不用再介紹了 那我們往下 現在呢 我們把Focus在打開 就可以來試看看了 來,首先進來 那第一次進來呢 它有個教學我們就把它關掉 還有很重要變中文版對不對 中文的語系嘛 所以請到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Help Display Language 好,請你把它換成 軟體中文 好,你就從這邊把它切換一下 但是呢,這個切換必須要把軟體關掉 再打開一次 所以我現在切換完了 關閉 好,那它會有一個像這樣 我們就把它關閉就好了 下面關閉 好,我就回到我的桌面上 我重新把這個 軟體執行 好,你裝完之後它會有一個這樣子 有一個桌面上有一個 軟體的捷徑 那我就再把它打開 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 包括我們剛剛的那個 打開,有沒有發現 不一樣的 它已經認得了嘛 好,那你在打開的過程 有沒有看到有中文了 這樣你應該就比較放心了 OK,來,我畫面先換給你 各位,你重新打開之後呢 我們右上角 免費註冊 登錄都可以 那我們在這邊 它這個字 有點 有點小 好,來 所以你就打上你的信箱 跟你的密碼 那你要勾住就勾住 好,我就先暫時不用 所以它 這樣是不是登錄成功了 好 那 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左手邊其實有很多的 版本的目錄 他有幫你分門別類 那當然各位你看到這裡有VIP的 你就知道怎麼樣 可以看不能用嘛 但是你就不要開,這樣會難過啊 對不對 你這樣會有未遂行為嘛 所以我們就不管它 那 我剛剛提過就是這些所有的版本 應該都是各位比較沒有看過的 你看比如說我點這個 因為它其實 就是讓你軟體在你的電腦 那這樣跑起來就比較快嘛 很多我們現在雲端服務會慢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軟體在雲端 所以你剛打開網頁 它就必須要把相關的這些 這些城市是不是要開始執行 就會相對比較慢 好,你看進來了 那你有沒有感覺進來之後其實就有一點點熟悉感 因為左手邊你都會了 PowerPoint不是這樣嗎 所以真正的內容當然就是在這裡 可是 因為這樣的簡報方式是大家比較沒有接觸過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並不是馬上開始編輯 先做一件事情 預覽 因為你不知道它怎麼用啊 來我們預覽看看 你看 好,你看 有的 簡報它是有自動播放的 有沒有發現這個會自動播放的 對不對 好,那有的沒有 所以呢 你看,點進去 你有沒有感覺到 完全跟你用PowerPoint的感覺是不一樣 它可以隨時輪運輪到 因為這些都是向量的 當然如果你是點正的 也會有那個馬賽克的情形 可是你看,很多東西有沒有可以藏在裡面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說 它就有點像 你有一張很大很大的保障地圖 你要怎麼去規劃是隨便你 可是我又是一個整體的概念 我今天想看這裡 嘟嘟 我就進來了 有沒有 我就可以 滑到裡面來 那 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先試看看 那這個不滿意怎麼辦 有兩種方法 第一個 我就回到首頁 就是我們剛剛那裡 第二個 你如果覺得 雖不滿意 但可接受 因為你想騎驴著馬 下一個男人會更好 有沒有 所以你也可以開新增 也就是說我們Folk Guide 你可以同時開兩個 開三個 但是你 增加到第三個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不要太花心 因為你電腦有可能會跑不動 這樣了解意思 所以呢 如果你覺得 我這樣就好了 我就先回首頁 我去找別人 那我再去找其他的 範本下來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另外你看 他還有一個 我們一般PowerPoint比較沒有的 PowerPoint雖然已經 就是有中文版 來到台灣 很久了 可是你有沒有感覺到 PowerPoint的範本 中國風的範例 很少 沒錯吧 對不對 我們用到的 有一個什麼 好像大紅燈籠的 有一個比較紅 紅色的那一種 很少有中國風的 但是這邊還蠻多的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那一樣的 預覽 所以你看這樣一個 下一步 有沒有跳下來 這樣你可以跟老師講 我昨天 都沒有好好睡覺了嗎 就為了做這樣的效果 有沒有 來 請你自己找找 先找一個你喜歡的範本 我們就從那個 先學會修改 從那裡開始 這樣OK嗎